4月3号地震重创花莲观光业 因此从6月开始 观光署启动了花莲振兴观光补助方案 旅客每房每一晚最高补助1000元 再由县府发放款项来给旅宿业者 但是现在就有业者抱怨说 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到这样的救命钱 也直呼快要撑不下去 0403地震花莲首当骑冲大楼道路毁损 观光业也被迫停摆 旅宿住房率陷入低迷味的真心观光市场 交通部观光署从6月1号开始 针对花莲提供旅客 平日最高1000元的住宿补助 上路将近三个月 业者谈言询问度提高了 却也传出怨言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收到 这个任何的补助款项下来 给这个厂商下游厂商的一些货款 到目前就有几家民宿跟饭店是拖欠的情况 不少业者大叹都8月了 却迟迟没有入账 原本是旧级用的补助款 却让业者等到快撑不下去 有名代质疑 6月就开始申请 县府却到7月才陆续办理招标公告 进度多后遭人诟病 代表厂商就从今天开始 可以开始来受理所有相关申请的案件 尽快在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之内 能够把它消化完毕 花莲县府坦承约有850家业者加入案件 达到14万件数量庞大 其实因为作业疏失有两次流标 上周已经绝标会要求厂商加速受理的案件速度 让就命前尽快到达业者手上 简程建议环保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